台湾6号新增10例COVID-19本土病例2例 境外移入3人死亡 解隔离人数则以上看9成 显示全台自7月27号调降三级疫情警戒以来 整体疫情仍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观察的时间还不够 因此疫情指挥中心决定延长实施两个星期 疫情现在是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也没有突发的相关的一些特别的事件 观察的时间仍然还算短 所以8月10号起到8月23号 我们还是维持全国二级警戒 不过陈时中也宣布游泳池将可从即日起 先行开放选手训练 并于10号起从不开放的产业移除 教育部以拟妥相关的指引 指挥中心也会尽快公布 至于主要开放的原则 包括落实员工健康监测 被妥却诊者的应变计划 于场内活动时 除在游泳池内均需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实施人流管制及总量管制等 那以水稻数及长度的计算可以容留的人数 那分时段入场 那各场次至少间隔30分钟以上进行场地消毒 那采预约制或人员造册 落实入场十年次 游泳池周边的设施包括淋浴间 商务卵蒸汽室烤箱及细水池等 占不开放 那场内避免饮食 那如有贩卖部 尽可提供外带的服务 那开放游泳的课程 那采十人以下的小班制 此外针对台博旅游泡泡 何时可以重行 陈时中则表示乐观已对 就等交通部闻来即可检视核定 而面对接下来的父亲节假期 陈时中则坦言 只要遇到节日 对疫情都是考验 所幸目前社区的隐形传播非常少 还算安全 不过陈时中也呼吁民众 不能掉以轻心 若有症状就在家休息 中文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